神在太美好 齊充可冷漢的世代 貴手見證神之愛 咦?聖火飛騰沒有字幕的? No! 只要按Youtube右下角CC icon就出回來 按下旁邊的設定 還有選擇語言 英文、日文都可以即時去片 歡迎收看星火飛騰 最近街上多了很多吉舖 在旺區就更加明顯 我想去年的社會運動 加上現在疫情都是主因 我們今集的主角都感同身受 他做過老闆 高峰奇在尼敦道開五間拉麵店 拿起青年創業獎 不過因為14年的社會運動 生意大跌 最後搞到破產收場 就是在運動 接著來有個疫情 很多飲食業的朋友 大家都是難過 現在很多員工都在放無薪假 只剩下一半工資 我自己都做過餐廳老闆 有哪個老闆想不開門做生意呢 那麼難過呢 但其實他們都關上社會 剛剛我幫他們一起派跳白水 我們經常都要洗碗洗成 很多這些物資 自發性放在門口給別人去拿 不忘也幫助身邊的人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随光荣是98年招待过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 公司常识 给了个机会招呼克林顿大会堂 有个午餐 喝茶 试试香港的点心 我记得是 其实那天我们一早已经预备好那样东西 到来很多保安 护卫 我是其中一个招呼克林顿的人 带食物 换骨碟 叫笑点心 整个过程都很好 临走他还跟我们握手 几束恶外的就是过了两个星期左右 在白宫就记回我和克林顿一张照片给我 很开心 家族里面 我爹地是大儿子 其实我阿嬷就很疼我 对我很有期望 我很多表哥表姐她们就很厉害的读书 反而我读完中 我就跟我阿嬷说 我都是喜欢做饮食 我阿嬷有点失望 好像读不成书才做饮食 我就是要告诉我阿嬷听 我出狀疑 马可果然冒出头来 既是厨师 营养师 又做了餐厅营运顾问 四年前开始 他推广地中海饮食文化 今天还来到二澳找食材 其实二澳村它本身有超过200年历史 六十年代之前 它是一条传统的农业的乡村 它的全盛时期超过一千个村民 但是自从香港的农业衰落之后 村民慢慢离开了 整条二澳村荒废了最少有超过四十年 七年前开始 我们就将地方重新开荒 种花一些它们以前种开荒 最主要就是水渡 最终希望一个復村的情况出现 这里就是二澳农庄 香港比较大的有机农庄 我自己推荐地中海饮食 健康饮食 这里连它都种很多新鲜的农作物 黄姜、番茄、香草 全部都是我可以用的食材 农作物放在桌上 人食用到才能发挥到它的功能 我们一直以来都在找一些 懂得做的食材的人 将我们的材料 变为一种 现代人需要容易用到的一些产品 Marco就是我们其中的伙伴 第一个产品就是Marco做的姜黄酱 做一个姜黄酱 我们最重要是有黄姜 肉姜 香茅 和干葱藤 加冬油 开中火就可以了 不用太大火 可以很小火 慢慢捏 茄子首先烤一烤 放入藤鲜的姜黄酱 爆一下 用姜黄酱做了摩洛哥的菜式 摩洛哥茄子沙律 知道你们正在休息吧 不要客气 都是你们种出来的 炒饭很健康 是 来 我为你 谢谢 来 送外卖 茄子沙律 姜黄、肉姜和香草 很棒 以前常常想着生意 埋头虎干就是想我怎么去赚钱 怎样去交租,怎样去出粮 这次这个机会就让我出来 可以看阔一点世界 这就是一个很大自然的地方 上帝恩赐的地方 让我们去反省 可能我们常常都会吃剩饭 就算了 倒了去 看到农夫他们这么辛苦去耕种 一棵菜 一粒米 其实经营了这么多的过程 上帝也做了很多不同的 有利的条件 地利 气候才种了一粒米 其实我们要学会感恩 二澳轮近大澳 要走半个小时 坐船就十分钟 水道一年两造 今天适逢是插央日 粒粒街辛苦 才知苦后甜 Marco33岁 创业时已经心鸣此道 有一天在街上 遇到我一个认识了很久的朋友 原来他在经营一间日本餐厅 生意不太好 我想不做 那时候我做了一段时间 不如我自己也尝试一下出来创业 拿二十万元出来 放下去 试试把它转型 我自己也很喜欢去日本 也要做拉面 那天仍在卖茶餐厅式的拉面 三十四十元碗 普遍来说都是煮骨湯拉面 我也希望有些独特性 不如这样做牛骨湯拉面 幸好那天也认识一些香港朋友 日本的开拉面店师傅 我们又过去东京去很多 师傅制度都很强烈 我们很多鼻祭都不外传 你唯有去偷尸 一个猪骨湯可能十个小时 原来猪骨比猪骨大 有几倍 其实我煮过猪骨湯 我真的要差不多煮二十个小时 回来又要经过很多次的事 由汤、面、叉烧、蛋 又两三碗都没有睡 每个人一做事 他就很少吃东西 晚做晚做 没有说不开心 他做事很开心 很短时间一个月内 我就要把他全部籌皮去好了 开了全香港第一家 牛骨湯拉面 迷座当主公年轻人的市场 2008年那时 我都卖一整五六十元碗 客人反而有个好奇心 为什么你卖一碗面这么贵呢 但是知不知道 在香港吃到的拉面 面身分了多少种 我知 我知 因为日本人去吃拉面的文化 都会冰冰的吃 曲面 因为它要软身 它可以连一些湯汁一起吃 也会浓郁一点 慢慢很多传媒都知道了的时候 也过来采访 去宣传 那时候就更加多人去认识 来光顺 第一次出来创业 最初都有些担心 但有些客人去吃到的时候 每个都很满意 也开始有些熟客回头 其实它的满足感很大 好的开始 Marco不单只想再下一城 而是在六年之间开多四间分店 2015年 他荣获青年创业奖 回想以往自己读书不擅长 没想过会有如此成就 有些什么是上班 又不用自己给钱吃饭的呢 最好就是去做快餐店 那时候大概十四五岁 一放了学就带书包 晚上就去做 做一下收吻 又做一下厨房 又炸薯条 又炸鸡 餐厅的老闆也挺喜欢我 考完回考就叫我 不如你不要读书了 就过来做经理 每个人都需要吃饭的了 我觉得这一行 怎麽衰都不会衰得去哪 一直做做了好几年 我没理由一生都做快餐的 1997前 每个都如刺老闆 去酒楼 去大饭店 去吃饭 一趟糟糟糟就去了 中式饭食集团去见工 在中环联交所上 一间高级食市做 最初做的时候 我自己也有点不习惯 因为我昨天还在管人的时候 原来今天我去清垃圾 去扫地 去抹桌 自己决定了要咬十牙筋 中菜的行业里面来说 除了煮的师傅很重要之外 其实营业部也很重要 他要知道客人的价钱 不同的价钱 用什么不同的食材 用不同的斤梁 将醉脚 再给大厨煮出来 那时候中菜仍然在写毛不智 刚刚公司那时候就开始转型了 就说 对啊,我们都要电脑化 做亲营业部的师傅 比较上年纪 叫他们重新学电脑是很有困难 我跟他说 不如这样吧 我下场帮你打 这些参牌 但他就教我 那些醉脚如何 一边做 又一边学 中环的高级餐厅 看到的 很多时候都是上市公司的老闆 医生 律师 一天 自己在想 我自己都是专业人士 大律师 大医生 上市公司主席 坐在桌上 他都不可以自己写单 他都要问我 Marco今天吃什么 有什么好吃 我可以很清晰地告诉他 东升和西升如何分 如何分 如何分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专业 由执夏兰升到做经理 Marco用了短短七年 做到出来创业为止 14年 他为五间拉面店 自设中央厂房 打算继续扩展业务 谁知道壮业爆发雨伞运动 我们自己的行家 都喜欢到处去试试别人的东西 我去过Marco的拉面店 由他的出品看到他的心机 看到他对品质的要求 排长龙 爆棚 是正常 赚钱 比较深红 要去投资 要去扩充 那段时间 刚刚有个社会运动开始 一开始也没想过严重性 因为没试过 到15年左右 运动开始慢慢扩展 由港岛区 又扩展到九龙区 刚刚在莉冬岛 所以那时候非常安静 没有人敢再出去吃饭 那我们的生意就 一落千丈 整天就只有几个客人进来 做饮食业 我开着道门 我最基本 一个同事在楼面 一个同事在厨房 还有食材呢 我又不可以说 等有客人才去煮 我们要煮20个小时 我差不多日日 我就要扔完那些汤 租金又昂贵 食材又昂贵 人工又昂贵 一个月 每间店铺都 虧了十多二十万 多一个两个月 其实我们自己都不够资金 有些店已经开始结业 半年左右 做一结业 公司就清了盘 自己都做了医行这么久 公司结了业 都不希望不好的信誉 员工和同事 我们都希望找清些数 欠很多供应商的数 坦白来说 分歧去清 我连房子都卖卖 那个人的心情都非常差 努力过这么多 但是有些事情自己计算不到 好心不粉 为什么会在自己的身上 发生这么不好的事 在家人也都未接受到 即朋友没事的时候 可能大家都出去见面 见你有事的时候 避开你 有一刻自己在计算 很多的数 要怎么吃 不要想 在天台上跳下来就算 这一年 Marco适逢男人四十 曾经璀璨 可惜转眼淡淡 欠债五百万 买房子都还要每个月 还五六万 他和太太 试过有成年住公下 他不说出来的 我想他当然生意上不开心 都担心的 我自己都会觉得 不是一件风光的事 那段时间我自己都很抑郁 我又要去看精神科医生 又精神科医生 转介我过去看心理医生 继续要吃药 路角主动打给我 Marco发生什么事 那一刻觉得很大感动 因为原来 还有人会找我 任何社会不安 零售和餐饮 都是首当其衷 Marco不幸地 他几间店铺都在重灾区 与动联络他 他就一五一十地说 出去的困难给我听 每次聊天 都有个祈祷做closing 路角玩 开始分享多些 关于颂养 带我回去教会 崇拜那两个多钟头 令我自己已经很安静 很安静 之后 和弟兄谈了一段时间 我的情况 他们都为我祈祷 那时我很大感动 身边有这么多人去支持我 那一刻我感受到 上帝的爱 在他们那里 下个星期我又再过来 久而久之 我医医药慢慢减 每个星期去回崇拜 变成我的医医药 Marco好肯吃这支药 还日日祈祷读圣经 一七年儿子出世 开心之云 难免担心开枝加大 以往他会靠雙手密密找多些 现在宁愿闭上眼 密密其多些 我还欠很多钱 几十万 每个月都要很难地慢慢还 将我自己心里 觉得不开心的东西 和天父说 奇迹开始慢慢 好像有些反应 接到一些工作 回来做 做顾问 帮他手开店 从出牌 装修 到去培训 怎样去招聘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专场 慢慢可以清掉些欠的钱 很神奇 肩负是听到我的诉求 听到我的难处 他知道我现在很困难 他给到这个新机 生意失败那段期间 小儿子刚刚出世 那天有很多人都跟我说 当然你的小儿子的脚头不好 认识了神仪之后 我回到教育之后 我没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由他看入产房 看出世 就是因为生意结束了 多了时间在家 你都陪他的时间多了 每晚他都要陪着他 齐圆土啊 睡觉 跟他的关系是很亲切 Marco以前做生意 根本就没有时间 早去夜晚 现在呢 就多了时间 顾到家 顾到小朋友 见到他们这么好 我也很开心 小朋友 多弱也好 多烦也好 我也很疼他 我就算之前 没有去上教会 没有去送神 但是天父 他都一直没有放弃过我 到我有困难的时候 他都帮我站起身 感受到父亲和儿子的感觉 Marco还有一个 和前妻生的大儿子 今年已经17岁 最开心和他分享信仰 而地中海餐饮生意 慢慢见到成绩 今天他就披上战衣 今天有很多客人过来 试试我做的地中海饮食私房菜 地中海饮食文化是世界维生组织 推崇的一个饮食方式 特色就是吃很多不同新鲜的蔬菜 很适合现在我们现代人的饮食杂摑 地中海菜有很多都是素食的 去年美国才出了一个医学报告 就是说全世界最健康的饮食 就是这个地中海饮食 健康饮食没有分为各界 也没有分为你有钱 还是没有钱 将这个地中海饮食文化和亚洲菜的结合 外国是用橄榄油 我们是用花生油 那条鱼可能是一条比木鱼 但是我这次来到香港 我变成一条红三鱼 一样是一条新鲜的海鲜 其实个个在家都在吃地中海菜 带给大家快乐 带给大家健康 是我最重要的目的 我最欣赏Marco 就是他真的很细心 他每一次去设计一些食材 去教妇女的时候 因为他知道一些基层妇女 譬如他劏房 他未必有很大的锅和炉 他就选择很多时教 就是用一个电磁炉 加一个扇子 都可以做到的一个美食 他又会照顾到 劏房妇女有些小朋友 他又会计算营养 最近天气要转变 担心大家喉咙会不舒服 他就特意去有机农场 摘一些新鲜的乐神花 回来教妇女怎么做 我看到那个爱心 你今天就要熟 然后这个一人一盒 然后蛋面 一人一包 淑娟姐 都是声火飞腾的主角 致力建立无常教会 以行动关心街坊 Marco去年在这里受洗 承接着教会的使命 他一样很肯去服侍人 做仪处的时候 我当然认识了陈姑娘 原来他们每天都在派饭 但实在派饭 因为没有汤喝 不如我们逢星期五 就煲汤给公婆婆喝 最初我心想 是有点汤水 原来不是 是想跟我们聊天 Marco八点钟就来的了 因为我们十二点开饭 他就自己在厨房 煲鱼做好所有东西 就煲三大煲汤给公公婆婆 第一次他煲番茄、薯仔、鱼汤 公公婆婆说 哇,很佳的味道 虽然很简单 但他又会出来解释 告诉婆婆听 很有营养 我又捞起骨 大家很放心 现在疫情关系 我们就开始派物资上门 给公公婆婆 有茄子 又有面 又有罐头 又有米 而且最重要就是 统车的补口罩 HELLO, 你好 那这些补口罩 你用的时候 你又拿口罩 放进去里面 我们用 放进去里面 那你那个口罩 就可以用多两三次 大姐姐 他们一起都在车口罩 车东西我就不聪明 我煮东西很聪明 回去煮饭给他们吃 支持他们 大家都很开心 Marco有很多潜能 他又是厨师 他又可以做consultant 出牌 他又是营养师 如果让他一帆风顺 继续做一个面店的老伯 我想他这些才华是发挥不到的 做了这一行这么多年 都见证了很多行家 生意失败了之后 然后就萧生领迹 Marco能够跟着很强的 起身 我看到 信仰对Marco来说 是起了一个很正面的作用 Marco终于在去年还清债务 虽然肺炎疫情重创餐饮业 不过他在今年一月 代表香港参与在瑞士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 为各国领袖煮一餐中菜 中式厨师 茶餐厅的奶茶师傅 一行都整十多人 招呼国家元首正要 预备了很多中式的食材 名贵食材 包心翅肚 鲍鱼灰面 大纸炒 西兰花 我都有一起去炒 很多外国人都很欢迎 有一节经文我挺深刻印象 你们看天上的飞鸟 也不种也不收 也不积蓄在仓内 但你们的天赋尚且一样活他 你们不比飞鸟 贵重得多 我之前很多抱怨 这么努力 我没有休息 没有什么 白头呼唐去做 为什么我最终生意失败呢 但学习了之后 我反而觉得 不是说你付出100% 你一定收回100% 你收获的东西是你想的东西 可能给了第二个成果 我 现在多了时间陪个儿子 看着成长 又可以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又可以帮到自己想帮的人 其实快乐和满足感 比以前更加大 在香港做饮食业的确不容易 不时听到有传统路店 滴不过加租无奈结业 生意好就被人加租 生意差又守不住 所以大型连锁食市 乘行乘市 好在近年多了支持小店的声音 实在是好事 Marco再开饮食 由打工到创业都顺顺利利 如雨得水 分点一间接一间 越做越深红 除了赚到钱 还证明到自己的能力 不过同时就赔上了和家人的关系 由于社会运动 加上扩张太急 Marco守不住生意 破产收场 他一时间接受不到 甚至有想过自杀 慶幸有位行家 关心他 带他回教会 他感受到和天父 好像父子那么亲密 反思自己以前一直 为了事业打拼 法律了家人 他醒悟到 亲情比金钱更加重要 圣经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耶稣很爱我们 比我们更清楚大局 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 如果你都好像以前的Marco 那样觉得事与愿违 我管理你将这件事交给耶稣 可能会发掘出当中最美善的一面 请你跟我和耶稣聊几句 亲爱的主耶稣 我承认过去 我遇到患难的时候 我失去了信心 原来每一件事的出现 都有神你的美意 主啊求你给我有信心 将主权交给你 求主你带领我的一生 用信心继续奔忘 主你为我预备的计划 多谢你爱我 主耶稣 现在Marco依然是饮食界中人 一有机会还会教人煮食 和人分享食物 分享福音 我们都很想听你分享生命的点滴 欢迎你打来CBN关华热线 号码是3188303 你也可以透过以下方法和我们联络 你的留言一直都支持我们 好像早前有一位英国观众在WhatsApp 我看了第416集 《如雨好》 这个小女孩又再生障碍性贫血 看到弟兄姊妹的爱心帮助 齐心合一祷告 相信神掌管一切 我得到好大鼓励 多谢这位观众那么支持我们 CBN很需要你支持 承邀你成为我们的同行者 你可以 一 成为CBN分享大事 愿意向别人分享我们的制作 二 发WhatsApp短信到6469-6090 表示愿意收取CBN的最新消息 三 成为月娟者 你的奉献支持CBN拍摄更多 更精彩的福音制作 只要一扫这个QR Code 就可以直接奉献 一人一故事 拍住餐香港 齐齐拍住餐 祝福更多人 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在美好 齐衝破难忘的世代 归手 见证神自爱 我悔 我悔 你 在美好 我们的美好 寻找 你 看这些位置